目前很多飞机乘客都难以想象履行不带电子设备 人们因为工作和日常生活都会随身携带手提电脑或平板电脑 如果不让带 他们怎么办 但是恐怖组织曾使用电子设备作为炸弹 最近在索马里飞机上就发生过这种袭击 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 采用这样的措施是为了防止这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在美国 我们所了解的新情报警示我们 恐怖组织继续看好商用飞机 并尽力寻求新的方法去开展他们的袭击 包括利用各种消费品偷运爆炸物 英国政府同一天宣布了类似的禁令 旅行者在机场已经要经过严格的安检 因此有人说新措施没有必要 安检已经够严了 这有些过分了 我觉得没用恐怖分子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不过安全专家说 禁止电子设备进入机舱是一种谨慎的措施 我们基本上认为 让设备托运进入货舱 就是让大型电子设备和可能会引爆他们的人进行分离 丹尼尔格尔斯坦是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 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如果潜在恐怖分子盯上不禁止随身携带电子设备的航空公司客机 更多国家会采用相同的措施 这种措施可能会成为新的常态 也可能很快消失 如果我们发现安检措施可以让乘客和设备都能安全地登机并离开飞机的话 一些喜欢使用电子设备的飞机乘客 在飞访美国和英国的途中 可能不得不承受冗长而无趣的飞行了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 华盛顿报道